大家早晨 今天是3月20星期三 逢星期三我都要去交易广场TVB做节目 一样找个静点的地方 跟大家做个早市的分析 看回近日的市况 其实一直都是整固等变 不过以昨天的收市指数来计 稍微有点偏弱了 应该再做分析 先看看昨天的市况 恒指早市先能低于109点 到16628点 整天都是反复徘徊 在16492点到16682点之间 简单说 技术上仍然属于反复等变的格局 最后收了16529点 跌了207点 成交今晚是906亿 有点我想提提的就是 以指数收到16529点 是轻轻低收在10、20和100天线之下 这个不是太理想 不过情况不算是差的 因为只要市场稍微有80到80点的回升 已经可以回到10、20和100天线之上 简单说 市仍然处于一个反复整固等变的格局 股市很快会步入3月份的下场 实际上剩下的交易天都不算太多 下星期二已经是今个月期指的转创高峰日 下星期三就是今个月期指结算日 而下星期四就是三月份再有个交易天 亦都是今个月畅生工具结算日 就是说 由今天起到下星期一这几个交易天 很淡的角力是会相对比较明显的 看回整个大市 3月份暂时来说仍然是先低后高 指数仍然是由5号的低位16,095 升到13个局高位17,214点 就是说今个月直到现在这分钟 仍然的波幅借得1,119点 到底在3月份剩下的交易天 有没有更大的波幅点呢 这个就是市场的期待 简单说 做好的不用说 都希望大市能够回市 今个月的高位17,214点 问题就是指数如果要挑战17,214 第一个条件就是收市 所以那下一定要稳收在10,20和100天线之上 10天线昨天收了16,673点 是共多种平均移动线当中最高的 除了一条200的10天线之外 那如果指数能够站在10天线上 即是说已经可以站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上 技术上和形态上是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的 所以我们先看看指数在哪个交易天 已收市那刻能够回到10天线上 但有一点都要留意 因为刚才我提到指数现在走在12,10和100天线之下 仅仅是守在50天线之上 而50天线现在在16,166点 我暂时来说都不是太担心 因为还有一段距离 而事实上在期指转仓和结算期间 可能一些好仓的大活都会略为发工都不定 我们尽管看到一两天的情况是怎样 不过按照现在的牌面来看 大市无论升少少或者跌少少 都只是代表市反复整股等变 大方面还未见 不过有一点看到就是成交今晚 一直都有900和100亿左右 即是说交投不算太差 只不过向上冲的动力暂时来说就看不到 我们尽管看到一两天的情况是怎样 好了 早上分析我就讲到这里 将还要对了 不复杂呢 拜拜 红 пойд笑